世间最痛苦的是,莫过于生死别离,而白发人送黑发人,更是痛心疾首。 娱乐圈就有痛失儿女的明星,亦生活在丧子的阴霾里。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娱乐圈这六位痛失爱子的明星。 1.夏台凤 2022年9月5日,艺人夏台凤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视频,和大家分享她的近况。 视频中,夏台凤一头摩登白发,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,皮肤细腻眉皱纹,脖子上也没有颈纹,打扮时尚又气质,如今70多岁的她仿佛动灵般逆生长。 夏台凤最开始通过唱歌出道,23岁的时候,一位作品歌声魅影,得到亚太影展的新人奖,以及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,让自己的事业达到了顶峰。 后面她年纪越大,出演的妈妈角色就越多,也因此获得恶婆婆专业护的称号。 她在事业当红之际,选择和歌手邹森结婚,生下了儿子邹少官。 但是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很久,夏台凤在38岁和邹森离婚。 后来,她又在海外遇到了自己的现任老公何平男,何平男也刚结束一段婚姻。 两人境遇相似,惺惺相惜,从好友变为情人,交往两年后走入婚姻。 夏台凤也至此淡出娱乐圈,回归家庭。 可能夏台凤的人生注定坎坷,在2015年,她唯一的儿子因肺癌在台北病逝。 享年40岁,夏台凤痛失爱子,整天以泪洗面,家人担心她的身体状况,都会隔几个小时打电话叮嘱她要休息。 邹少官平时有不良嗜好,发现病症的时候已经是肺癌末期了。 夏台凤为了照顾儿子5个月,花费上百万,请专门的护工打理儿子的生活起居,找最好的医生医治,但始终没办法力挽狂澜。 夏台凤白发人送黑发人,痛苦万分。 不过还好她身边一直有和平男的陪伴,如今70多岁的她和老公相守,平常没事就会旅游散心,参加一些活动,之前还出版了一本新书,生活也算充实安逸。 最后,希望夏台凤以后的生活能越来越好,一直幸福。 2.白冰冰 2022年4月16日,据台媒报道,白冰冰出席某活动时,突然自曝很孤单想出家。 曝光的现场照中,白冰冰为了配合活动的主题,穿着一身黄色花纹长裙出镜,头戴大黄花,配上精致的妆容,打扮抢镜。 活动前两天,是女儿白小燕去世25周年,白冰冰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母女合影,发文悼念爱女,她的一言一行,充满了她对女儿的思念。 这次露面,白冰冰再次谈及了女儿的死。 她坦言,已经独自孤单度过了25年,从天天以泪洗面,到眼睛干涩到流不出眼泪,这几年才逐渐势还面对未来。 最后,她还提到自己在修行。 也难怪白冰冰会萌生这样的想法,女儿,父母相继去世后,她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,相当寂寞。 白冰冰年轻的时候,美貌出众,身材娇好,是妥妥的大美女。 凭借着靓丽的外形,以及不俗的才华,她出道没多久就走红,事业发展顺利,长得好看又有名气的她,自然吸引到不少异性的目光。 在一众追求者中,她选择了作家委员义琪。 两人于70年代末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白小燕。 可惜,这个男人对她很不好,心灰意冷之下她选择离婚,并独自抚养女儿。 白冰冰很疼爱女儿,努力赚钱让女儿过上最好的生活。 因此,母女俩感情十分深厚。 天有不测风云,1997年女儿遇害身亡,年仅16岁。 丧女后,白冰冰痛苦不已,久久走不出阴霾,单身了很多年。 而且,后来父母也相继去世,剩下她一个人。 白冰冰表示,现在的她已看淡生死。 她不想将来麻烦别人,因此已提前安排好身后事。 她花费了2000万,买了一块地,建了家族墓园。 她希望以后全家人能葬在一起。 3.于天 台湾娱乐圈长青树于天早前因赐女于怨起不敌直肠癌病魔逝世,让身为父亲的她深受打击。 她从宝岛歌王到民进党立委,风光的背后却是天人两格的悲痛。 于天人生路波折重重,从两个弟弟,父亲到女儿都陆续先走一步,令人悲叹造化弄人。 根据媒体报道,于天曾平荣树下红遍大街小巷,出道50多年的她,7岁时参加歌唱比赛跨入歌坛,并于节目群星会展露头角。 1978年和李亚平结婚,诞下三名宝贝儿女,后成立台湾文化演艺推广协会,帮助演艺人员争取舞台及工作权。 更成立医能总工会,担任理事长,2007年接受正式踏入政坛。 于天在2008年从演艺圈转站政坛,不幸的是于院起却在2014年离患直肠癌第三起,隔年于天在家中摔倒,导致受伤,开刀治疗,悠悠偏头痛后遗症。 2016年,她就医检查发现脑部淤血,进行脑手术。 同年,她的父亲于志华病逝,她悲痛发文,没了妈又没了爸,心好痛。 但仍遵循父亲遗愿继续从政,举办蜂脉演唱会,并于2019年回为七年回任立委,2020年顺利连任立法委员至今。 而在1992年,于天三弟于龙也因为意外离世,不久后四弟于福星也离他而去。 于家昔日贫困,于天有四个弟弟,一个妹妹,尚有一个姐姐。 于福星读小学时,就被人收养,于天一直对这个弟弟感到十分愧疚。 4.黄俊雄 黄俊雄继承父亲黄海代布代戏团努力推广。 1970年,在电视演出布代戏云州大如侠,曾创下97%惊人收视率,被不少歌手、女粉丝巴戒讨好。 而他当时桃花多,传出跟自家饭店的柜台小姐有暧昧,让老婆惜亲忍无可忍,经过多次分合,两人秘密协议离婚。 离婚后,黄俊雄决定不曝光此事,拜托前妻暂时不要搬走,继续同住三年后,前妻才回台北定居,中间彼此有联络,但几乎不曾同台。 而他2006年,跟小儿子黄立刚,推出《史研文天地》系列,前妻为了儿子事业,愿意同台宣传,但也没向外界解释往事。 对隐瞒离婚仪式,他一直未回应。2022年6月12日,他的大儿子黄文泽,被称为布代戏配音界的第一号人物,因病去世,终年67岁。 黄文泽因为声线多变,因此也有巴音才子的称号。 回顾黄文泽的一生,他参与配音的角色超过4000个,熟知他的粉丝,纷纷称其为配音鬼才。 黄文泽除了可以配男性角色外,女性、老人、小孩他都能模仿得唯妙唯肖。 所以,在霹雳系领域,黄文泽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。 可惜,还不到70岁,黄文泽就与世长辞。 他的离去是霹雳系行业的重大损失,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 更加让人伤感的是,同年2月6日,黄文泽的双胞胎弟弟黄文耀也因病去世了。 短短4个月的时间,黄俊雄老人先后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。 希望老先生能够早日走出丧子的悲痛,好好开始新的生活。 5.朱慧珍 资深女星朱慧珍有着一段坎坷的人生经历。 年轻时的朱慧珍曾经与一人行风相爱,但是因为家里强烈反对,他们二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,但朱慧珍却为对方生下一个女儿。 但是,在女儿26岁那一年,女儿却在母亲节当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给母亲朱慧珍留下了最伤痛的母亲节礼物。 出事的那天,朱慧珍得知消息后,从外地急匆匆赶回来处理后事,身为母亲。 丧女之痛疑让她无法承受,但无奈,她还要强撑着来应对铺天盖地的媒体。 令人遗憾的消息传出后,连带朱慧珍与行风的旧事也再度引起讨论。 朱慧珍自曝多年来行风没有负过任何责任,对于女儿朱安杰更是不闻不问。 从小朱安杰就得跟在妈妈身边吃苦,家里生活环境很穷困,朱慧珍又得忙着赚钱,朱安杰根本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。 多年以来,外界都传闻,朱慧珍阻止行风见女儿。 对于这个传言,朱慧珍坦诚说,尽管多年以来我不能够完全原谅她,但她毕竟是孩子的父亲,我从来没有阻止过她见女儿。 在朱安杰的告别式上,行风出现,她来送女儿最后一程,但是此举却遭到媒体的批评,认为她一直都没有尽到身为父亲的责任,而今之举更是没有任何意义。 据报道,后来朱慧珍上节目指控行风对她动手,而行风的继父还骚扰过她,两人就这么闹上法庭。 但最后朱慧珍透露女儿有托梦给她,希望她能放下一切原谅行风,于是便释出善意,希望这些风波就到此为止。 如今事隔多年,朱慧珍已逐渐走出丧女之痛,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,她也对着天上的女儿吐露为母心声,直言早就不怪女儿了。 众多生命的离去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,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,哪个后道,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珍惜眼前人,好好陪他们度过仅剩不多的时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